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报择偶标准 收入不重要 网友 机会来了 说起迪丽热巴 大家的第一印象应该是女神 如果说让你去追迪丽热巴你敢吗 近日 迪丽热巴的择偶标准爆出 采访中 迪丽热巴表示收入多少无所谓 毕竟收入不能和感情放在一个一个层面上去想 如果真的去考虑收入的话 那就和相亲没什么区别了 总结迪丽热巴的择偶标准的话就是两点 一 相互吸引 迪丽热巴表示 如果真的是喜欢一个人的话 他会非常想要去了解这个人 这一点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可能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人 就是你第一眼看到他他 就认定这辈子就是他他了 你会非常想要去接近他他 了解他他 在闲下来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打开他他的微信 看看他他的朋友圈 即使没有聊天 即使没有见面 但是就算看到他他发布的动态 发布的照片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嘴角不自觉上扬呢 2 三冠一致 有上进心 迪丽热巴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 他说 他是会一直想要并要求自己 无论在什么方面做得更好的 他希望对方是和自己在这种层面上的一种势均力敌的人 一样的有上进心 严格律己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如此 如果对方是一个很颓废 不求上进的人的话 他可能是不会考虑的 可以说 迪丽热巴所说的自己的择偶标准 其实和大部分女生是差不多的 由此也能看出迪丽热巴虽然作为一个明星 其实并没有什么架子或者自视甚高 提出另一半必须比自己收入高或者是门当户对这种要求 不过也有网友调侃总结道 只要你足够优秀或者让迪丽热巴认为你足够优秀 正多正少无所谓 毕竟热巴也不缺钱 虽然是调侃 不过瓦仔却觉得总结得非常精辟 毕竟热巴也是真真正正的小富婆 不会在乎另一半正多正少这种问题的吧 更有网友表示 我们的机会来了 不得不说 你们这帮网友是真的调皮呀 既然网友们都这么有胆量有自信 那么瓦仔也都胆抱个名 毕竟谁还不是个三观又正又有上进心的小伙呢 大家说是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